一艘准备当废铁卖掉的苏联潜艇 竟被月薪3000的马克买下了 准备用它去打捞二战时期留下的黄金 马克原本是一家公司打捞员 在一次任务中 马克偶然发现一艘二战时期的U型潜艇 调查后得知这艘潜艇内装有价值4亿美元的黄金 马克并没对公司说明其情况 上班20年到头来还得住旅店的马克 决定冒险打捞这批黄金 由于没有资金购买打捞装备 于是通过朋友的介绍找到了一位投资人 随后就买下了这艘潜艇 还找了一些身边的朋友和几名当地的俄国退役潜艇员 去完成这次报复之路 经过简单的休整 他们驾驶着除了喇叭不想哪都想的潜艇出发了 行驶没多久正在操作阀门的小客将阀门转错了方向 导致正在维修发动机的俄国人差点隐恨东北 为此双方大打出手 不小心将燃油打翻倒入了原本就冒火花的主动轴上 顿时引发了大爆炸 潜艇不受控制地沉入海底 当他们醒来后 艇员们都觉得自己会死在这里 因为船上没了主动轴潜艇无法行驶 但马克不这么认为 经过分析海底地图发现 他们很有可能已经到达了那艘装满金子的潜艇附近 如果将那艘潜艇的主动轴装在这个上面 潜艇就可以行驶了 说干就干 三人穿着潜水服很快就出现在潜艇外面 老头留守在潜艇旁安装设备 其他两人前去查看情况 没走多远就发现前面没路了 像急了一座山峰 如果是这样他们就真的玩完了 一旁的小科向前走了几步 用手扒拉扒拉的沙子 出现在眼前的正是那艘装有金子的潜艇 大家顿时都高兴不已 进入船内后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主动轴 而另外一名艇员则找到了一大堆黄金 就在装好黄金和主动轴后 托运时发现怎么也不动 接着压力表出现异常 缆车也毫无反应 大家这时都无比紧张 潜水员们想着马上就要变成富豪了 突然大家使出了蹲马桶的力气 拖运车开始缓缓移动 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